美季華裔藝術家周池 萬水千山 美國洛杉磯個人畫展 7月29日在美國尼克松總統紀念館舉行 展出藝術家周池近期繪畫作品近30餘幅 尼克松總統紀念館正式收藏周池繪畫作品一幅 表彰他在中美文化藝術交流方面所做的貢獻 洛杉磯著名律師 鳳凰衛視特約主持人張軍 環球東方電視台節目主持人藍天 共同主持開幕式 很高興今天在尼克松總統紀念館舉辦我個人畫展 最開心的是尼克松紀念館今天會收藏一張我的作品 作為展館的收藏 十年前的我是非常波普的藝術家 但現在我把我的作品變成當代表現主義 那也希望大家有共鳴 我這次的主題叫做萬水千山 英語叫做Love Can Move Mountain 那因為有跟大自然的共鳴 我希望大家也能夠在欣賞完我的作品以後 也有自己的imagination 就是自己的想法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文化領事王錦 尤巴琳德市市議員Peggy Huang 洛杉磯郡 郡長Kathryn Barger的代表吳中國 富勒騰市市長Dirk Chaffey Saint Gabor市市議員廖清禾 美國國會第39選區候選人Yang King 加州參議員候選人吳國慶 美國英龍傳媒董事長蘇彥濤 總經理蘇林舒婷 美國華人社團聯合主席郭宋 美國華人總商會會長程遠 美國梅拉諾文化演藝公司總裁李茵 副總裁烏素菲 美國傳奇文化公司CEO王雪 美國吉林經貿文化聯合會執行會長孫美 書法家孫小華等嘉賓出席了畫展開幕式 周驰作為當代女性藝術家 其藝術作品曾在紐約時代廣場展出 從流行藝術家到抽象表現主義者 她的藝術作品發生了巨大變化 本次畫展主題為《萬水千山》 展出的畫作想把每個人帶到一個簡單世界 她結合了東西文化繪畫藝術特徵 在油畫濃重的色彩中 彷彿看到中國畫潑墨寫意的藝術風格 從厚到薄 從複雜到簡單 透過繪畫表達自然對人類的重要性 全美電視台記者採訪報導